蘋果牙醫聯盟總院長周哲嘉醫師 大家好我是屏東蘋果牙醫聯盟總院長周哲嘉醫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議題是關於所謂的牙齒矯正 基本上依照一些到底什麼情況下需要去做矯正呢 基本上我們會把一些咬合不正的種類分成大概四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說它的咬合基本上沒太大問題 但是是因為牙齒排列不整齊 有點擁擠 這個我們叫做第一類的異常咬合 那還有所謂的第二類異常咬合就是俗稱的爆牙 就是上面跟下面比起來上面顯得比較爆 然後從側面看這個人的上嘴唇是凸凸的 這個我們稱為第二類的異常咬合 那第三類的異常咬合就是後道 像我們以前的總統李登輝先生 這是大家都熟悉的 後道就是指下面的長得比上面還長還凸出 這個叫做後道 這個我們稱為第三類的異常咬合 那還有第四類的異常咬合主要是因為 嚴重鑄牙或牙皺病造成拔除之後 缺牙之後沒有去理會它 因此牙齒開始移動 然後產生一些齒裂不正 這種我們稱為第四類的異常咬合 所以總結以上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都會建議只要有任何問題都應該定期的 定期的去牙醫診所去進行 去與醫師進行討論你的目前的口腔狀況 以及該如何處理 蘋果牙醫關心你